哇 快到高居民那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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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带泥土的滚滚洪水倾泻而下 受到烟花台风持续朝台湾西北方移动 从23号晚间开始 无来地区雨势增强 24号盛午就造成地处南市溪上游的 五重溪瀑布暴涨 作性尚未造成道路中断 雨人员伤亡 中山了 山猪啊 得啊这个 不可能吧 大片吐石冲刷下来 大科落石阻断了道路通行 白天无来区雨势持续的下 中52点左右 无来区北107线10.3公里处左右 就发生山壁崩塌阻断道路 已经暂时想通一个车道通行 因为上方的吐石崩落经浅还蛮 运气蛮大的 然后也有电杆的 可能会有掉落的部分 那今天晚上会有人力两个 会进行现场的浇管 在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 注点单位道路抢通后 目前该路段已经开通 单向通行的车道 25号起会继续准备路面 和边坡并呼吁民众 注意行进时的人身安全 尽管烟花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台湾 但外围环流带来的雨量 却也不容小觑 对 我们今年在河沟 河沟的检查 那特别的用心 因为造成这个 突然吐石流下来以后 那就会经过那个 马路边底下 都会有一个河沟的那个寒冬 那寒冬里面 因为树枝树叶 就把寒冬堵住了 那整个力量都冲到马路上面来 入狱五年前 苏迪勒台风正创乌来区 有了前车之界 面对这次的烟花台风 乌来区也提前部署 才能及时应变 续视新闻 今天一句新北欧来採访报道